欢迎大家来到我视频频道 本期一篇分享一下安卓系统上如何去观看一个TikTok 同时我们又不用去把卡 那么之前其实已经介绍过两期了 我们可以在我的频道首页里面来搜索一个TikTok 点击一下回车 那么就可以看到 这边是把卡的一个操作 当然这是iOS的 上面有一个免把卡iOS的操作 这个的话相对来说会复杂一点 但是只要看过视频都是能够学会的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安卓系统上 如何来进行一个TikTok观看 那么安卓的系统的话就非常的简单了 毕竟安卓系统嘛大家都懂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有卡的情况下 我们来打开一下TikTok 当然这边是没有联网的啊 这边是不能够打开的我们可以看见 刷新也是没有任何的作用 那么我们把它关掉 这边随便连接一个香港的嘛 然后测试一下延迟 延迟大概是170毫秒 接着我们就打开TikTok 把声音关小一点 稍微等待一下 就可以看见已经是能够成功访问TikTok的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那么同时我们可以看见上面 我有信号的说明呢我这个手机是Taka的 其实这是一个修改的版本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的这里 然后点击三条杠 我这边是没有登录的 然后这边可以切换一个语言选择 我们可以看见现在是英文的一个界面 我们切换一个中文简体吧 然后点击确定 这边就可以看见已经变成了一个中文了 刷新也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看见 然后我们点击我们的主页 这边呢其实可以注册一个账号 你们可以使用一个手机 手机是可以登录的啊 但是谷歌邮箱的话好像是登录不了 你们可以来试一试 如果说我们想要切换其他的国家的话 我们先擦掉它 那么我们点击右上角三条杠 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应用语言下面有一个打开 这边我们点击左边的一个齿轮 然后选择第一个 那么这里面就可以看见可以切换国家了 里面有非常多一个国家可以切换的 我们随便来切换一个接喷的 那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点击应用 然后我们返回来刷新一下 先把它关掉重新打开 就可以看见已经成功变成了一个日本的了 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切换了一个接喷的 就是日本的 这边呢基本上刷的就是一个日本的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切换其他国家的话 也是一样的操作 同样的我们可以切换一些其他的国家 点击齿轮 然后点击一个选择国家 这边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国家 根据自己情况来进行选择 这边呢我随便来切换一个吧 切换一个美国我找一下 选中美国 然后来点击切换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然后把它关掉 重新打开TikTok 这边呢就可以看见我们的国家已经切换了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这边的话你们可以自己来注册一下登录 如果说你有账号的话 就点击这边的一个登录 可以使用一个手机号 那么今天的修改版就分享到这里 到时候呢下载地址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那么这种方法呢可以实现一个免把卡的一个操作 如果说你觉得本期影片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关注 我会持续的在这里更新 固然用了赚钱 以及福利软件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